近期,大熊猫齐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叶分局的工作人员 在整理影像资料时发现,在张叶市宿南县黑牙沟区域 记录到了14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柴共同活动的场景 画面当中的几只成年柴体格建树,护佑着6只幼柴在高山草垫上追逐觅食 据工作人员介绍,这些柴栖息的地方位于云山林山顶 动植物的资源丰富,非常适合柴群的繁衍生息 近年来,随着秦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 公园内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地增加